启示录第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 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 宝石 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增吃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秽 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 奥秘赛 大巴比伦 左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增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她 就大大的稀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 你所看见的兽 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德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 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 他们与羔羊征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的 就是蒙兆 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 做的重水 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 多方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羽兽 必恨这淫妇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因为神使诸王 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 给那兽 只等到神的话 都应验了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地上 众王的大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